天文台下午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 巨鳥已經減弱移入內陸 但繼續為本港帶來大雨 天文台挨慢5時55分 再發出黃色暴雨警告 而在告月巨鳥襲港期間 8號列風或暴風訊號 生後超過16個鐘頭 凌晨雨勢最大 至少發生54宗嵌樹 棚架鬆脫和愛祥島嵐事故 另外,渠武處就接獲8宗水浸報告 其中大澳的水浸情況最嚴重 大雨加上海水渡灌 水深一度達到2米 有居民要入住臨時庇護中心 不少島居民的住所都被水浸過 即水到朝早還未退卻 居民忙於清理 由居民到凌晨下3、4點水浸最嚴重 為了減少損失 他們連夜將雪櫃、電視機等電器 搬到較高的地方 整晚都沒有睡覺 這個海水灌進來,你不能去擋 差不多好像等於海嘯般來 那你怎麼擋呢? 4點多鐘,4點多 下浸到怎樣呢? 浸到,這裏,這裏,這裏 浸到差不多,這裏那麼高 如果計算這裏,計算數 有甚麼要搬呢? 譬如說今次要搬 兩隻手,十多個小時還沒停 現在要搬水,全部水 又到居民拍下了水浸的情況 凌晨開始,永安街和太平街等較低溫的地方水浸特別嚴重 雨水從門邊湧入民居 早上水還沒退光,都浸過了腳眼 居民就說,在昨晚最嚴重的時候 水浸到大概這個位置 就是說,差不多浸到頸 民政事務處說,有十名居民凌晨疏散到庇護中心 而警方、消防、民安隊和社署等 總共出動七十多人協助居民 無線電視記者,黃家俊報導 我們另一個記者,蘇敬行現在還在大澳 蘇敬行,水現在退光了嗎? 是呀,放輝,水其實都已經退光了 居民也都將屋裡面的水掃光了 都將泥沙清理得七七八八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那些傢俬就浸濕了 所以現在有些居民就將那些傢俬搬出去屋外面 希望可以盡快勤安回去,搬回入去用 在大澳打風之前,之前打風都試過有水浸的 不過有居民就說,今次就收不到通知 打風水浸,水鄉居民仍然逃不出這個命運 紅十字會的義工去到大澳 探獨居的黃婆婆 幫黃婆婆修製好一點電器 我正在用警察電 她怕漏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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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說,那些傢俬是有警察來的 有消防局那些來的 我不懂得打電話,但一大傢俬你就知道 政府今年推行的大澳水浸預警系統 因為巨鳥而首次啟動 昨晚大約7點,透過手機短訊通知大澳的村代表 但有大澳的居民就說,收不到通知 沒有,我就聽電台有聽到 又沒有人,或者其他人有,我們就說沒有 民政事務總署說,預警減低了水浸對居民的影響 我們預早就通知了他們水浸 而因為他們之前都吸取了黑格比的經驗 知道如果要帶水的話,要搬東西 各方面的安排,使得在他們的財產方面 甚至人生安全方面,都應該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大影響 要治本就要等到兩年之後 大澳對開的河堤樂城 去年颱風黑格比吹襲本港期間 大澳出現海水渡灌 延續水浸 政府期後制定緊急應變計劃 包括事前發出預警 水浸的時候啟動指揮中心 協調疏散和救援 以及安排臨時庇護站作緊急支援 當局今年4月進行演習、測試應變計劃 土木工程拓展署就說 大澳對開的河堤 在今年年底就會進行詳細的設計 明年年中動工 不過就說如果就算是落城之後 如果是預著打大風的話 仍然是需要其他措施配合 才可以解決問題的 在大澳的報導 人多加回給新聞報 好 麻煩你大澳 好緊張 您好緊張